因为他就是在戏班子长大了 他小时候就登台了 所以他长大之后 他浑身就是歌仔戏的细胞 他怎么唱就怎么对 他说他都不用准备 因为他脑袋里面全部都是那些东西了 对 环境非常重要 所以在那个环境下长大的小孩 自然而然就会有那样的因子存在 也是一样嘛 反正听久了你就会了 所以就是不断的不断的 你有那个环境久了 你说不会好像也不太容易 因为那些东西会藏在你的潜意识里面 所以潜意识学习法 像我以前考音乐所的时候 我那时候记得我考的还算不错 考了六个学校有中五个学校 那时候怎么准备的 我后来发现一个很棒的一个方法 就是叫睡眠记忆法 就是我在睡前 我读书读得很累 我睡前我就会把那个录音机 比如上课录音带把它放着 然后一直听到睡着为止 其实睡眠当中好像也在听 但是实际上你的潜意识在听 但是你的意识是没在听的 那你的潜意识记得 然后我就又发明一招就是 很累啊 有时候累会没办法看书 就把自己笔记的上面的字 用以前是录音带 把它念一遍 念一遍之后 然后顺便练习正音 因为发现念完之后 自己听自己的声音 发现好像有人发音不标准 而且有时候太快 有时候太慢 哪些 那你就会去矫正 除了这个之外的话 还可以在睡前放着 然后就一直听自己的声音 听什么 听那个笔记的声音 一直听到睡着 很奇妙的 我去考研究所的时候 我有那种感觉是 当我在写答案的时候 感觉好像有一股声音 好像有听到那个录音带的声音 一直不办播放 那其实我写很快 为什么 因为好像一直有人念答案给我听 然后我就一直写 好棒 写得好顺畅 从来没有这么顺畅过 所以我觉得 这种学习的方式 对于考试也非常的帮助 当然不一定是考试 我说学习 也不会影响乐趣 所以有时候 学习除了说要学的效率之外 还有一点乐趣 还有一点方法 这样子一些诀窍 所以我会蛮 在意用一些工具 用一些方法 那目前当然已经发展到 比如说手机的年代了 行动装置 所以未来应该 行动学习应该会蛮夯的 因为网路上也蛮多 现在什么云端学校 也常常写信问我 老师要不要到我们云端上开课 当然我也很乐意 只是说我觉得还蛮麻烦的 我还要做很多事情才能放 我干脆放我自己这边就好了 我也习惯 不然的话 因为他们有他们一套的制式 的一个规定 那我还要再去做那些东西 我觉得算了 不过有一家好像有跟我 他就说他只要把影片给他 他会帮我整理整理 不过我也蛮担心的 不过这都其次了 OK好 这里的话提供给各位参考 就是这些东西 好 那我们回到我们刚刚的这个范例 首先的话呢 这边要 就是注意到几个重点 其实你这一题 最重要的你只要记得 就是说你的标题列在哪一列 你的标题栏在哪一栏 其实标题列跟标题栏 就是所谓的不会变动那个部分 那不会变动的话是怎么样呢 不会变动意思就是说 你要把它加一个钱的符号 就对了 那为什么 我刚刚有分析 因为你向下会列增加 向右是栏增加 所以你为了避免这件事情发生的话 那请记住 第一个 你先看一下 你的列在哪一列 一列 你的标题栏在哪一栏 A栏 所以这个 锁单边 那锁哪一个呢 B1 记得锁什么 锁列 一列 所以你在这个地方 shift加4 然后A栏 shift加4 这个也是一样 把一列 有没有 锁起来 把A栏 锁起来 好 这样的话呢 打勾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向下填满 没有问题 向右填满 也没有问题 很好记 反正以后 你就记得什么 蓝跟列的锁定技巧 蓝列的锁定技巧 大概是这样 这一点非常重要 因为以后 其实我遇到还蛮多 类似像这样的状况 那我就背公式 一套上去 答案马上出来 都完全不会错误 OK 第一个 这个是利用997秒的公式做出来的 那再来的话 第二个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 希望在 做一个 应该这个 好像你们在范例党里面有 这个叫函数 如果我今天希望 用两个函数 这个函数名称的话 叫做 column跟loop 假设我今天 一个函数 那你把 这边给 假设删掉 我想我们这边